我同孙明月回国争夺家产 谁料却被她的继母针对 可她没想到的是 我掌握了她的一个秘密 夺回家产只是分分钟的事情 这次就拜托五条先生了 夫人请放心 我可以向你保证 这一次不仅能赢 而且能赢得彻底 没想到昨天刚跟他们谈完 今天就要造反了 不过我只是排名靠后的小股东 仅有我的支持可远远不够 没多久 董事会正式开始 董事会15位股东全员到齐 现在开始这次的董事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主要有两个 公司副总裁孙明月孙总 认为我这个代理董事长做的不合格 想要联合所有董事会成员开除我 原本这种荒谬的事情 不应该闹到董事会上来解决的 但既然孙总对我有意见 秉承着公平公正的原则 那就开董事会 让诸位来表决 下面请孙总讲话 首先我要陈述一下 为什么想要开除苍景妹 综上所述 我认为应立刻取消苍景妹女士 在公司内的一切职务 谁有意见都可以说说 我希望反对我的人 都能说出道理来 而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不错 你今天真的让妈妈刮目相看 可惜啊 现在的公司 我说了算 应银集团 不会有任何一个人 敢占你的队 好了 请各位股东表决吧 几秒钟过去了 无意人举手 明月 看来大家都不太同意你的提议嘛 那么下面 然而就在这时现场 有人防缓举起了手 不仅仅是苍景妹 就连五条豪的脸色也猛得一变 因为这第一个举手的人 是她介绍入公司的小苍剑 这小子什么情况 哼 只有小苍剑一个嘛 然而下一刻 又是三个人举起了手 池内天人 这可是集团仅次于五条豪的三号股东 连她都站队孙总了吗 那个归田则也和木下幽斗 也是五条大人 手把手带起来的 果然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一刻 五条豪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紧接着 又有一名股东举手了 京香玛丽亚居然也举手了 她不仅是五条豪的人 更是苍景妹的闺蜜 玛丽亚 你在做什么 我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也不想的 但是一旦秘密被公布出去了 我儿子的前途就要回了 请不要影响股东表决 孙夫人 你有点累了 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苍景妹知道 此刻的场面她已经控制不住了 很好 已经有五名股东 支持开除孙夫人了 剩下的十位股东 还有想支持孙小姐的吗 然而现场在无一人举手 虽然很令我惊讶 但只有三分之一的股东举手 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楼椅终究翻不了天 这一刻 苍景妹彻底平静了下来 就算你把我二十多年的闺蜜 都拉到你身边去了 可这又有什么用呢 明月 我的好女儿 似乎你的提议失败了哟 哼 我宣布 董事会的第一项提议不通过 现在进行第二项董事会决议 我认为孙明月小姐 不再适合担任公司内的任何职务 我提议 开除孙明月小姐 并收回孙小姐手中所有的权限 支持我的 请举手表决 话音落下 包括五条豪在内的十名股东 没有任何犹豫地举起了手 孙明月 你看到了 董事会超过三分之二的股东 支持开除你 从现在起 你将不再担任 应银集团的任何职务 你本人将与应银集团 没有任何关系 你有意见吗 明月 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吗 无话可说的话 那么就请跟随我的助理 去办理离职手续吧 就这样了 散会 等一下 你还有什么事吗 刚刚的表决结果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 哎呦 我的乖女儿 这是董事会 不是过家家 的确 是三分之二的股东 投票通过了 这一点我承认 可我依然不同意 并且 我依然要求开除苍井妹 孙明月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需要我再次重复一遍 董事会的规章制度吗 这是我父亲出事前 立下的遗嘱 上面说 一旦我父亲出了事 那么公司所有的事宜 以及孙家所有的资产 将全权交由孙明月 也就是我本人来处理 我父亲有公司 百分之五十亿的股份 拥有一票否决权 现在我宣布 刚刚董事会的 所有决议结果 全部被我一票否决 同时解除苍井妹 在公司内部的一切职务 并逐出孙家 怎么可能 等一下 你的遗嘱是伪造的 所有人军事一惊 孙明月更是冷汗直流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不需要什么证据 我敢肯定遗嘱 就是你伪造的 遗嘱的确是猴急 让人伪造的 她怎么看都不看一眼 就能确定遗嘱是假的呢 看着孙明月一脸惨白 苍井妹又得意起来 好啊 孙明月 连你父亲的遗嘱 你都敢伪造 你适合居心 她还没死呢 孙明月 如果遗嘱 就是你最后的招数了 那么这一仗 你输了 面对各方的压力 孙明月终于有些扛不住了 你今天表现得非常不错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我吧 一句话 让孙明月压力全无 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没有 遗嘱 的确是我让人伪造的 侯吉如此干脆利落地承认 反而让在场众人有些疑惑了 好 既然你都承认了 来人 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慢着 我自然有伪造遗嘱的合理理由 侯吉 你能不能别搞笑了 伪造遗嘱还有合理理由 当然有 因为苍井妹诞下的孩子 并非孙义奇的亲生骨肉 一语激起千层浪 在场所有股东都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 侯吉 你胡说八道 我要告你诽谤 就在这时 苍井妹雇佣的贴身保姆闯了进来 夫人 不好了 少爷 少爷被人抢走了 什么 猴吉 是你 没错 是我派人去做的 不过你放心 我只是让人带少爷去做个亲子鉴定罢了 你 一下子 苍井妹感觉身上压力山大 就在这时 冷风带着一份鉴定报告走了进来 这份亲子鉴定报告可以证明 苍井妹的孩子 有99.9%的概率 在生物学上 与孙一起 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孙夫人 您和五条先生 涉嫌伪造亲子鉴定 夺取孙家巨额财富的行为 已经严重违法 现在孙明月小姐 是孙一起先生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我现在宣布 孙小姐代替苍井妹 成为应银集团代理董事长 孙家代理家主 并继承孙一起先生的一切财产 孙明月脸色飞红 痴迷地看着猴吉 这一刻 苍井妹眼中满是绝望 也好 这种勾心斗角的日子 我过够了 就在这时 一阵掌声响起 明月 我真的没想到 你居然能靠自己 在这种劣势的情况下 力挽狂澜 我很高兴 哼 不用你在这惺惺作态 你要考虑到 是在牢里怎么活下去 五条叔叔 是在替你父亲考验你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其实从一开始 我就有些疑惑 你对明月 能找到你帮忙 真是她的幸运 没错 正如她所说的那样 明月 这是我按照你父亲的吩咐 为你设下的一场考验 恭喜你 通过了你父亲的考验 成为了孙家真正的掌权人 孙明月难以置信地 看着猴吉两人 感觉自己的智商 已经不够用了 其实我还在怀疑一件事 你怀疑什么 我怀疑 孙一气孙先生 成为植物人这件事 是假的 看着眼前的这个 只有二十多岁的大夏青年 五条豪指感觉头皮发麻 宛如见了鬼一样 不错啊